各位好,欢迎收看志愿收箱,我是宁希,喜欢请您关注我,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愿收箱最新的节目。 冬至节气到了,雪花千篇,很多地方银庄素果,是一个美丽和具有诗意的节气。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二十二个节气,冬至这天太阳黄金达到二百七十度,一般在每年公历的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之间交结。 民间素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就是因为冬至不仅是一个节气,也是一个隆重的节日。 冬至来临,就让我们煮一壶香茶,看雪花纷然飘落,也一起来品味那些美妙的诗词吧。 人们都说,冬至是一个使人思乡的节气,因为冬至已经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二十二个节气了。 眼看离春节越来越近,想家的情绪也是越来越浓。 也许迫于现实的无奈,我们还没办法和家人团聚,但却无法不思乡。 白居的这首《寒郭冬至夜思家》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情绪。 寒郭冬至夜思家,唐白居易。 寒郭一礼逢冬至,暴夕灯前饮半身。 想得家中夜深作,还应说着远行人。 在冬至,离开老家多年的想老家了,没有和家人在一起的也想家了,想家人了。 用我们所有的分离和思念,都是在给未来的团圆做的一种铺垫。 希望团圆可期,未来可期。 再来看下一首,是宋朝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邵雍写的。 邵雍的诗词很有哲理美,这是因为他在许多领域都达到了旁人难以达到的深度。 关于冬至,它是这么写的。 冬至银二手,送少庸。 冬至天之伴,天心无改宜。 一阳出洞处,万物未生时。 远久未方淡,太阴生正兮。 此言如不信,更请问袍兮。 在这里,邵雍表达的是安静下来,去倾听和感知事物的起伏和规律。 冬至是一年冬天的一半,当冬至节,一阳出生,当阳光回归的时候, 大地上冰雪笼罩,万物还在冬眠着,草木还没有发芽。 可朋友们想过没有,正是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因为这正是淡而有味的时候, 天地酝酿着重大的变化, 却以这样悄无声息的方式来改变着。 这就是最美的生意,乃是无声。 如果有人不相信, 可以问一问懂酒的人,最好喝的酒是什么? 不是颜色浓烈,气味浓烈的, 而恰恰是经过酝酿以后, 看起来颜色清浅的, 闻起来喝起来芳香淡淡的酒, 那是经历了时间酝酿而成的, 它是慢慢地沉醉啊。 再来看下一首, 来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 《小岁日对酒饮前湖周》所寄诗。 一个人在寒冷的时候, 读卓没多少意思, 天冷了又碰到冬至了, 正是团圆的时候。 冬至是很适合陪伴在家人身边的, 如果可以, 不妨和家人聚在一起, 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或者汤圆, 围炉夜话, 谈天说地, 看着孩子们打打闹闹, 美美地度过这一年中最长的冬夜。 不论天气多冷, 风雪多大,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心总是温暖的。 再来看一首唐代诗人荣誉写的《折观沉舟冬至日有怀》。 去年长治在长安, 册账层簪谢至关。 此岁长安逢至日, 下街遥响雪霜寒。 梦随行武朝天去, 身际穷荒报国难。 北望南郊消息断, 江头唯有泪栏杆。 诗人说, 去年还在长安呢, 今年冬至到了, 我却被贬到了遥远的地方了。 遥想长安应该是大雪纷飞, 到处晶莹雪白, 也十分寒冷了吧。 诗人当时是在追忆过往。 其实我们的情思和诗人也是一样的, 越是到了年底, 越是喜欢追忆过往。 到年底了才恍然发现, 怎么一年又即将过去了, 时光的脚步多匆匆, 人生经不住多少似水流年, 也留不住太多的岁月变迁。 回过头来想想, 这几年发生了多少事, 其实不管是什么, 都是生活给我们的一种考验。 经历了就是一种财富, 走过了就是一种胜利。 再来看看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东志诗, 小智。 天时人世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舞文天若现, 吹家六管, 洞福辉, 暗戎带辣江枢柳, 山亦冲寒玉放梅, 云雾不舒相国意, 较而且赴掌中碑。 杜甫写的是四十变幻, 人世更替, 冬至后阳气就开始上升了, 春意懵动了。 刺绣姑娘们天衣家线, 赶坐新春的衣裳, 炉管吹灰就知道冬至已到了。 腊月到来了, 岸边的柳树开始舒展枝条, 山中的腊梅冲破寒气, 傲然绽放。 此地自然景物和故乡相差无几, 我叫小儿干净了杯中的酒, 不要辜负了眼前的良辰美景。 写这首小志的时候, 杜甫漂泊在奎州, 恰逢冬至想到自己漂泊一箱, 不禁感慨万千。 冬至万物收藏, 难免有一种萧瑟之感。 可是杜甫还看到冬至扬生春又来, 虽然很多人怕冷, 怕寒风撂翘, 可是我们还是喜欢冬天的那份静美, 为冬至的到来感到欣喜。 而且在冬至之后, 春天也越来越近了, 一年四季的流转和轮回, 不正是每个人人生经历的一种见证吗? 所有的事物都要有一个过程, 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懂得。 命运如河流, 峰回路转, 一波三折, 如果少了转折, 也就少了浪花的鸡月。 有一些经历和坎坷, 虽然每个人主观上可能都不想要, 但也的确是增添了人生的很多亮色。 其实人哪有白走的路, 好的不好的都让我们有所收获。 所有的过往都是岁月的一种恩赐, 希望明天的阳光和煦温暖, 愿我们的日子简单静美, 在静美的岁月里直赏冬雪, 不言悲欢。 最后宁希想说冬至时节, 一切叙事待发, 繁花似锦的春天也就在不远的前方了。 愿我们静待花开, 也祝朋友们冬日安康。 好的, 今天关于冬至的诗词就和您聊到这儿了, 您最喜欢其中的哪一首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聊。 这里是志愿寿香, 我是宁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